嗨大家好我是影子,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一下第七起司10月7號禮拜四的更新資訊 這次的更新不會有維護作業,所有的新內容都會在當天的11點鐘開啟 首先第一點就是特別的支線故事第二週開跑 那再次提醒大家這個支線故事是總共有三週然後分成三個章節 所以這次的更新就是開了第二個章節 然後第二個章節的道具是這一個 那這個石頭呢如果你在裝備審判之劍或者是喜瑪德拉的手杖這兩個神器的時候呢都會增加掉落量 然後第二章節呢一樣有交易所 在這邊可以用第二週拿到的道具在交易所裡面買東西 好第二點呢就是戴斯蒂娜喜瑪德拉的手杖召喚機率up 戴斯蒂娜這隻角色大家其實不一定要抽到手啦 所以建議大家這一週呢就把書籤留下來 等到有比較想要的角色出現的時候再抽吧 戴斯蒂娜可以跳過 再來就是官方推出了新的進階禮包 進階禮包現在這邊有禮包1跟禮包2 然後這邊的內容看起來東西不是很多 所以這個價位應該不高 那這邊也沒有寫價錢啦 所以大家就要到遊戲中自己看啦 如果你覺得划算再買 還有再來就是這個週末又有強化效果的活動啦 這邊可以看到從禮拜五開始呢 到下禮拜一總共4天嘛 每一天都會有不一樣的強化效果 第一天禮拜五的時候呢 就是精靈祭壇全屬性開放 然後符文獲得量兩倍up 第二天呢就是要刷貢獻度的啦 就是我們刷冒險用的 第三天呢就是刷討伐用的 討伐掉落的材料50%up 還有金幣獲得量 那最後一天呢禮拜一的時候呢就是所有的強化效果一次出現 所以精靈祭壇貢貢獻度商店跟討伐全部都會加倍 那另外跟以往一樣呢就是在強效活動的期間呢 都會另外額外賣這個行動加成禮包 這個禮包呢就是你買葉子 而且價格都不貴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課這個禮包 這個禮包算是划算的禮包之一 好啦就這樣這次的更新其實非常的少 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要點要講的 那也沒有新角色所以大家就當做養生桌吧 這座就是打一打之心的任務這樣而已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然後呢我今天應該會順便把 之前抽柏里安的那個影片呢剪輯 然後應該今天會放到YouTube上面 那就這樣囉 謝謝各位的收看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再見 掰掰